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246回 的腰上成了一个围裙 不过呢这围裙呢 却是只遮住了后面 而端木超凡 面前的对手啊 也是一头就接 黄金虎 端木超凡所幸呢都把长剑 扔在了地上 专心致志的积围裙 但是那头黄金虎 凶神恶煞的冲上来 然后刷的一声呢 带着尘土从端木超凡 头上跳过去 然后再刷的一声跳回来 而且呢还看似非常气愤的 仰天呼啸 对着空气打 对着大地打 对着石头发威 可就愣是啊 不对着端木超凡身上招呼 活像是端木超凡的身上 有着那传说已久的悬钢之气 碰上呢就会受重伤一般 丝宫暗夜 嘴巴终于啊张到了最大 直定的咔嚓一声啊 真真实实的脱臼了 对面的黄金虎呢吓了一大跳 急忙的停住了蹦他 狐疑的歪的头看着他 这个人怎么这么脆弱呀 我还没有碰到他一点点 他自己张了张嘴巴 居然把自己弄伤了 这是什么体质啊 又或者是我无意中炼成了传说中的王霸之气 把他给震撼了 炒饭呀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他妈的现在是在打仗 你几个围起难道真想开造炒饭不成吗 危险没了 司空暗夜也不由得有了开玩笑的心情了 两手一搓就把自己下巴搓了上去 这才开口说话 端木超凡呢 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屁股的秘密 这才慢悠悠的捡起了长剑 虽然说不知道 这离谱离木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君无意等人却都心中明白几分 这定然呢是有高人在帮自己 但是做戏做全套 这总不能把主持这场大戏的人给卖了吧 于是乎呢是更加的配合呀 端木超凡呢 舞着长剑荧光闪烁身法轻盈啊 将本身的武技发挥的淋漓尽致 与面前的黄金虎呢 翻翻滚滚的打作力团啊 他想抓那头老虎的尾巴 但是那黄金虎呢 却死活的不让他抓 于是一人一兽大战不休啊 不远处百里落云的表现 更是出色 丝毫也不愧天才的名字 竟然以玉玄之身 力敌九级玄兽啊 而且是有攻有守 丝毫不落下风 大呼憨战 打的是尘土飞扬 甚至于呢 还隐隐的有占据上风的势头 至于他的一同出战的 两位天玄叔叔 就稍微不幸了一点 已经呢 被几头八级玄兽 变做了一地碎肉了 这种情形 尾时啊 是讽刺的很 与这两个人的实力 本来呢 有十足的把握啊 能够逃走 只要确认了 百里落云生死 两个人转身就走 而百里落云呢 就再如何天才 始终他只是玉玄修为啊 说到先死 说啥也轮不到他们呀 说白了 他们呀 就是两个奸斩的 但是没有想到啊 该死的人犯 被夺命钢刀砍头千百次 居然愣是没死 那两个人呢 早已经惊得呆住了 眨眼的功夫 已经被多只高阶选手包围了 玉玄的百里落云 雄风大斩的杀了出去 但是天玄的居然呢 寸步不能移动 被活生生的啃了呀 两个人一直到死 也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糊涂鬼 战场上到处都是惨叫之声啊 原本打定了主意啊 只等中军崩溃 就迅速撤退的血魂山庄和风雪银城 以及衣服血魂山庄的各大世家的人呢 此时却是陷入到了狂潮一般的死亡包围之中 不时的有鲜血飞溅喷洒呀 不时的有残枝断壁当空抛飞 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人殒命 熊开山 微风凛凛的纵横来去 带着虎王狮王三大悬兽 站着铜皮铁骨啊 直接无视任何攻击的 冲杀进了血魂山庄的队伍 大开大河的攻击一路横冲直撞 硬生生的将血魂山庄的队形啊 从头到尾打了一溜胡同出来 这一来呢 血魂山庄顿时陷入到了最大的混乱 被封割成了两块 然后啊 又是一阵冲 成了四块各自为战的局面 众玄兽一语拥而上 团团包围啊 此起彼伏的绝望的惨叫之声 是震撼了天空大地 而园境计划中 君无异这一行最应该死的人 伤亡确实不大 而且主要人物呢 居然连一个受伤的都没有 山顶上众位至尊神玄 都已经几乎啊 将眼珠子也瞪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也太离谱了吧 原来如此 我终于明白了 阴伯空震惊地 撵着一缕头发 你明白了 不狂风纳闷地点了点头 你明白什么了 赶紧给老夫解释解释啊 不老大 你还没看出来吗 阴伯空得意洋洋地伸手一指 原来决天至尊是打算要清洗自家的泄魂山庄 连带着再害风雪吟城一下 历绝天的意思明明就是 我不好受啊 你也别想好过了 可是呢 我能拿着难过当好受 拿着蹂躏当快乐 你们能吗 多明白点事吧 雷暴雨和步狂风啊 同时呸礼声 他们傻子也看得出来 历绝天这个时候的震惊啊 怎么会是清洗血魂山庄呢 血魂山庄那是历绝天一生的心血 在他心中的位置 也就稍差于他的独子历绝云啊 这历绝天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自掘坟墓呢 不过若不是这个理由的话 那么眼前的这一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历绝天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自掘坟墓呢 不过若不是这个理由的话 那么眼前的这一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隐隐地感觉到啊 自己的双腿似乎已经没了一半 历绝天双手紧钻了 心中暴怒的是无以复加了 到了这一步 他若是再看不出来 自己乃是被人给算计了 那他也不用活了 只是有一件事呢 他旺旺地没有想到 到底是谁能有这等通天的本事啊 居然能够命令天罚寻寿之王 搞出了这么一场大型闹剧啊 场中一声惨叫 血魂山庄的一位神玄高手 在雄开山手下接连的中了三掌啊 喷血后退 雄开山凝笑了一声急速前冲 全掌对轰了几下 突然飞起一脚双腿相交 那位神玄高手呢 本就是受了重伤 肉体的强度啊 更比不上雄开山这位选手之王 咔嚓一声啊 腿骨折断 而雄开山那一脚去世未接啊 狠狠地踢在了他的腰上 一截断腿带着分洒的鲜血 嗖的一声 飞上了天空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位神玄高手的身体啊 也被活活的踢上了高空了 蹊跷中 鲜血同时喷出 雄开山硕大的身子啊 一跃而起 追上了他玄空的身子 双拳又急又快 碰碰碰碰 接连十几拳打在了他的身上 咔嚓咔嚓 骨折的声音不断的响着 抱豆子一般的清脆 一声大吼 雄开山已经两手 分握那个人的两条大腿啊 嘶笑一声 胸前肌肉焚起 一声大吼 双臂一分 就在空中硬生生的 将这位神玄高手呢 撕成了两半 五脏六腑哗啦啦啦的流了一地啊 战场中 一片骇然惊呼 雄开山 宁笑了两声落下地来 浑身鲜血大开杀戒 如同的虎入羊群一般啊 历绝天浑身一震 被我的踏前一步啊 微张着嘴 神色 一片痛苦 而那位天法之主的眼光 也在他动的这一刻呀 斜斜地扫了他一眼 很明显 若是历绝天出手呢 他就会立即随即出手 眼看着场中啊 血肉横飞 而听得惨叫连连 历绝天有数次冲动的 想要开口认输了 但是 他依然啊 接力的控制着 自己不能做出这个决定 甚至于呢 脸上依然保持着一片淡然的平静 似乎正在下面流血牺牲的 不是自己一手打造的班底 战局一开始啊 就早已经注定了 人类这边的惨败的结局 因为彼此的实力呢 相差的太过悬殊了 打个比方来说吧 如果说这天法森林 是早有准备的精锐之师 那么人类联军呢 就是一群毫无准备 而且呢 毫无经验的乌合之众 本来若是这一阵呢 能够依照统军大帅 军无异的战略 天法方面 想要取得胜利 却是需要付出庞大的代价的 毕竟联军之中 也是颇有几个强手的呀 再加上出色的战略配合 绝对可以弥补战力的不足 但是 到了联军内讧 不服号令冲出来的时候 联军方面的溃败 就已经呢 是板上钉钉了 再也没有任何侥幸 也没有了任何转机可言 陷阱是有了 但是没有后续力量 玄兽掉进去 接着就能跳出来 而且更加的凶狠 但是列军天呢 若这此时啊 有想要保存实力 而服输任败的话 却很有点 输不起的意思 作为寻寿大陆公认的第二至尊 他却是丢不起这个脸啊 而且天华之主就在不远处看着 就算是列决天想要认败 那也需要征求人家的同意啊 但是看他的表现呢 想要征求他的同意 无疑是痴人说梦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啊 列决天唯有在心中暗暗祈祷 他妈的答不过还不会跑吗 只要你们逃走了 难道天乏森林还能天涯海角的追杀不成 眼下他们要的只是胜利而已 但一开始没有跑 此时才想要跑 却已经晚了 本想设取对付军无意而已 但是这一下子呢 却是真真实实的 偷击不成反十八米 而且呢 差点连米缸也丢了 三大兽王 忽视眈眈 将近三千七百头凶猛的选手啊 分做了几个小型军团 亡命的进攻 血魂山庄的七百来人 到现在啊 已经只剩下了两百不到了 风雪银城方面的人呢 虽然说因为实力较强 还没有出现折损 但是却已经是疲态尽险了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创新网荣誉出品 三六九三大长老与银城七剑 连成了一个小小的包围圈 三大神玄加上银城七剑的剑阵 等于啊 是十位神玄强者联手 将肖寒和木雪铜护在了里面 再加上肖木二人呢 也非是拥手啊 所以短时间之内 选手根本攻不进去 但是他们在浩大的选手潮之中啊 也只能是自保而已 但是里面的肖寒已经是满脸血红了 他狂躁的简直要爆炸出来了 一个劲的跳脚大喊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选手都不去攻击君无翼 为什么那个残废到现在还没死 我要他死 我要他死 已经到了这般地步 为什么还不死 君无翼 你为什么还不死呀 好 这等惨烈的战争场面 君无翼那边诡异的现象 再加上肖寒曾幸灾乐祸的看系的心情 变做了现在惊恶的被围攻 此时承受死亡压力 萧寒的心里啊 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大喜大悲 大起大落 一味的大喊大叫 犹如疯狂啊 想要君无翼死的心情 任何外人也想不到萧寒到底会有多么的迫切 君无翼啊 固然想一见杀掉萧寒 而且呢 已经想了十几年了 而萧寒呢 又何尝不想让君无翼死呢 他也同样的想了十几年了 甚至于呢 比君无翼还要早几个月 另外的一个战团 乃至各大家族派出的高手啊 除了实力最强的几个出阶的神玄 高阶天玄 还在苦苦的支撑之外 其他的人呢 早已经是尽数的全军覆没了 若是按照君无翼的部署 此战纵然失败 君无翼自己呢 也仍然会生死 但出战的神玄高手 却能够保证一个也不死 虽败却能够平安归来 甚至天玄的高手啊 也有一大半呢 能够活下来 虽败却实力无损 君无翼自信呢 一定可以做到 但是那些人呢 涉于立决天的淫威逼迫 选择了投向立决天的那一边 当他们跟随着血魂山庄的队伍 一涌而出的时候 他们幸灾乐祸的心中 定然不会想到 就是自己落井下石的举动 其实啊 是在葬送了自己的最后一点生机 越是卑劣的人性 在这种残酷的战争之中 就越是死得快 这何尝都是一颗警示啊 这场一边倒的屠杀战局 终于接近了尾声了 惨叫之声 不知在什么时候 已经变得稀稀拉拉的了 怒吼的声音呢 也如同是破了的风箱 唯有啊 君无意那一方 双方精力 依旧不减 纵横来去 打得不亦乐乎 反而成了呀 全场最激烈的一点 君大少也终于现身了 慢慢的走上了山坡 向英伯公这边走来 此时呢 他已经全部安排完毕 一切呢 也均都按照着 他设计的剧本呢 来顺利的演绎 该死的 已经死了一大半 不该死的呢 估计呀 一个也不会死了 我曾经说过 既然想要陷害我们 那么就要做好 家家哭丧的准备 换步走上山来的 君墨鞋呀 是衣衫飘飘 俊秀的脸上的 一片淡然的残酷 在这场战斗当中 谁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个看上去 有些文弱的少年 这个看上去 只有欲悬层次的 半大的孩子 居然呢 一手导演了这场 盛大的悲喜剧 将本是悲剧的一方啊 回天乏力的一方 硬生生的扭转 成了喜剧的一方 而另一方 信心满满 兴致勃勃的 制造阴谋陷阱 准备幸灾乐祸的 看好戏的一方呢 却彻底的悲剧了 金墨邪 他就仿佛呢 是一位无人所知的 巅峰艺术大师 隐身幕后 策划全局 不仅算计了自己 也算计了敌人 方方面面 无一遗漏啊 虽然只有玉璇的修为 但是处在 他的设计之中 涉及到的 却尽都是神玄至尊 天玄地玄 但那又如何 该悲剧的 永远不会变成喜剧 这样的作为 已经切切实实的 可以称得上是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现在啊 是减点 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也是轮到自己一方的 兴高采烈的时候了 君墨邪 这位策划了一切的 唯一的大导演 怎么能不出现呢 怎么能不享受一番呢 诗意之时 应狂笑 得意浓处 应更浓 欢笑就要酣畅 得意就要高歌 事事匆匆 又何必有太多的顾忌 人生苦短 就要及时行乐 趁醉唱歌 诗意的时候你哭 别人会鄙视 所以要笑 没有一个人看 也要笑给自己听 这就是君墨邪 先生监视的人生哲学 他也要靠这套哲学呢 继续的在这个世界 闯荡下去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一世携军》 第247回